《福到你家》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人生 感恩这种难的重生 曾经的盼望都已相继成真 今生与太阳的因缘深 人生啊 相信就会成真 光明迷路可定就会认真 人生啊 相遇是缘分 好坏皆能解太阳 相遇是缘分 人生千万回 生或生 既云与风 太阳阵 幸福圆满 财富永生 我们每一周 我们每一周 都成真 都成真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福到你家》 我们会一起带着大家来成长茁壮 往前持续的迈进 透过了更加有智慧的方式 来解决生活当中的各种困难问题 而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头 都会来为大家导读到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导师的著作真的有非常的多 在上一次呢 我们完整的分享了超级生命密码的书籍 也欢迎大家可以听听Podcast 就可以听到我们完整的导读内容 而近期呢 跟大家持续分享的是这一本书 幸福跟着来 是透过了读者提问 导师回答的方式来分享内容 而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四支十张 祝福是一种给予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 幸福跟着来的第四支十一张 好会交给天地定夺 而读者提问说 我与他人有了利益冲突 他获得利益就会侵犯到我的利益 如果我争取到获利 也会影响到他的利益 我不喜欢与人相争 但是这一次对手是一个自私且无理 言谈举止都令人讨厌的人 所以这一次我打从心底 不想牺牲自己而让他获利 如果我争取的话 就会牵涉到因果吗 难道我要因此让自己受损 也要让给他吗 而太阳圣德导师解答说 会不会落入因果是一回事 你心中的那一把尺 让你处在某种地域层 不见得是好事 无论顺眼与否 假设你们之间相争 在过程中损失他的利益 你就尽量避免吧 这和个人心中的那一把尺 及度量有关 与你带人处事的智慧 邏辑也有关系 你是真心不与他争 还是假意 争夺之后 你心中是否舒服呢 你说没关系 我让给你 待对方春风得意时 你是否还能以平常心使之 如果开始抱怨 就是自欺欺人 以为自己处于修行伟大国度里 却没有开窍 自己欺骗自己 千万不要修行之路 才刚踏出第一步 就开始埋怨 搞得不舒坦苦了自己 一切要开悟 才能够真实在修行生活里 产生圆满静 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许多事情 就能够轻易选择一条容易的路 至于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交给天地定夺吧 人生千万回 人生千万回 像火神 既云与风 太阳沉 幸福圆满 再赴永生 你我梦每一周 你每一周都成长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一 幸福跟着来 透过了探索幸福的全员 一同来品味人生的好滋味 而在这本书籍当中 也分了非常多不同的章节 包括了情侣家人 活出健康 和谐人际 自在生活 另外还有勇猛精进 还有各种不同的疑难杂症 也欢迎大家 如果真的在生活当中 有所疑问 有所困扰 也可以翻翻这本书籍 也看看有没有跟自己相似的一个境地 那我们要如何透过了智慧的解决 太阳圣德导师都在书籍里面 跟大家做分享和提点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为大家导读到太阳圣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外 另外也会邀请到了 在全世界各地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一起来分享者在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 而超级生命密码是一套非常简单 透过了每天如法实修 实做实练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我们人生 也有一点一点不同的翻转和改变 那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 要如何落实呢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子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来自高雄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瑞展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瑞展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好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来自台湾高雄的瑞展 那瑞展还记得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 寄讳之下来认识 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这一套的系统呢 那记得当时候是在2017年的5月 或者是6月份左右呢 就是我自己的二姐 拿了《疗愈全力》 《千年之约》 以及《超级生命密码》 这一本可以改变生命地图的工具书 给我来阅读 那回想当时候的我 也是傻傻的 没有太多的一个想法 就利用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就把这几本书看完 看完之后呢 当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感觉感受 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是当时候的我 智慧没有开 新门没有开 所以呢 没有看懂书中的字句 以及里面的唯言大意 真的蛮多的读者听友都说 其实真的一刚开始拿到了书籍 好像呢 尽管看完了 但是不是非常的了解 是在后续呢 慢慢的循序 渐进更加的认识了超马之后 哇 才发现了超马的伟大还有奥妙哦 那像是瑞展自己是不是 也是透过了不同的一个深入学习之后 才更加的认识超马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参加的超马 搭行的活动 或者是实体的活动是什么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呢 我记得是在2017年的7月份 那当时候呢 有举办了一场在高雄沿城区啊 所举办的一个讲座 那印象中好像是身心灵之痒般 在当时候啊 自己蛮蛮不好意思的哦 因为觉得当时候的我 自己有眼不是贵人哦 基本上不知道贵人就是 瑞展眼前的太阳神的导师 那还记得啊 在讲座结束之后啊 有举办一个签书会 在印象中啊 老师笑笑的问着瑞展说 哎 感觉怎么样啊 当时候的瑞展呢 只有回答说 哎 感觉还不错 可是那时候的我啊 哪懂的什么是心法练习啦 还要像负能量忏悔啦 发愿 所以回想当时候的自己 真的有点 呼之无名 还自以为是 如果当时候的我 智慧有开 一定会好好的 请太阳神的导师啊 多看瑞展机验哦 真的 在实际参加了活动之后 才发现哎 好像呢 一切就有了 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哦 在后面呢 也积极的投入学习 还有这个练习当中哦 那像是瑞展觉得 哎 在学习超码的前后 是不是也改变生活很多呢 包含像是家庭啊 或者是其他的面向 是不是也透过了超码的系统 让你做了很多的改善呢 是的 没有错 自从加入超级生命命啊 系统之后呢 开始懂得哦 什么叫做儒法实修 那儒法实修的方面就很多啦 包含每天都要训习地质规 那还有写心得啊 还有一个心法的一个练习 那其实瑞展 从这个地质规上面的一个学习啊 我觉得对我改善非常的良多 为什么 因为以前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一个道德观念 什么是真正的一个道理 所以以前总以为 自己觉得是就是了 可是殊不知啊 在学习地质规的一个长期讯息之下呢 才知道原来我们以前的观念 是错误的 或者是不见周焰 所以就这样 渐渐的去如法实修之后呢 也觉得说 我们的生活中 方方面面都有获得天倦哦 开始得到天地的祝福 以及爱的礼物 真的有好多的喜悦 想要跟现在线上的 每位好朋友们来做分享 那其实有关父亲的身体方面呢 还有瑞展跟太太婚姻的生活互动的方面 以及儿子的一个故事 但是爱与时间的关系啊 今天就简短的来分享 儿子的一个生命故事 那其实瑞展的儿子呢 在今年的三月底就五岁了 那他目前念的是幼稚园的中班哦 但是呢 其实儿子在两岁半左右的时候呢 发觉到他当时候 只会讲爸爸妈咪 奶奶跟追嘴 还有不要这几个单字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哭 所以当时候啊 有发觉到他的预言能力啊 真的比同年龄的小朋友 还要小还要慢哦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当时候隔壁邻居的小朋友 小他大概是两个月左右 可是当时候啊 隔壁邻居的儿子啊 就能够很流畅的 跟他们的家人来对话 可是当时候瑞展的儿子 真的是不太行哦 所以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太太啊 当时候只有担心的一个份哦 可是当时候的内心是非常的笃定 因为我内心知道说 我们有太阳色的导师 导师可以靠 有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可以靠 有天地宇宙太阳光光可以靠 而且呢 导师教导我们说 担心也是一种负能量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担心下去啊 会把这样的负能量 加租在小朋友的身上 所以呢我们要转念 把祝福的正能量来祝福给我们的家人 给我们的小孩 这样才能得辅助 那之后呢 再去医院做诊断之后呢 诊断的结果是 语言能力发展延迟 那在这边呢 隆瑞长稍微解释一下 延迟跟迟缓 它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哦 那延迟呢 用台语来说呢 来解释就是金罕满功维 但是不是不会讲话哦 所以常常有人会听错这个意思 所以我才特别的一个解释 那所以当时候 语言治疗师给了我们两个建议 一个是要参加语言治疗课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我们呢 让小朋友去参加幼稚园 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过 小朋友之间的一个刺激语言能力 透过同才之间的一个模仿 一个学习的能力 嗯 那刚刚有讲到说 啊 瑞长从这个读者的身份开始 开始如法实修提升为 学院的身份之后 所以在开车上下班的途中呢 那儿子呢 就每天跟着瑞长一提 听着导师所创作的正能量歌曲 那儿子啊 每天听着听着啊 某一天啊 很神奇啊 某一天突然听到一首歌 就是敏恩筹这首歌 那他就很神奇的很大声的就说 这个是咕咕的敏恩筹 这是咕咕的敏恩筹 哇 只要每次啊 听到这首敏恩筹的歌曲啊 他都讲出这样的话 甚至有时候 他没有听到这首歌 他会主动的跟瑞长点歌 他会说爸爸我要听敏恩筹 哇 可爱 所以呢我都会跟儿子来开玩笑 我说你有很多恩筹要敏 是不是 后来为什么那么喜欢听敏恩筹这首歌呢 那另外呢 瑞长也会在睡前啊 都会带着儿子来一起导读 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书的封面喔 让他多练习讲话 大家知道吗 导师的超级书籍 以及所有的正能量歌曲 都有正能量 以及注入许多的祝福密码 很不可思议喔 那在做语言治疗的部分呢 语言治疗师呢 在第六堂课告诉太太 儿子的语言能力啊 恢复的非常良好 没有问题 可以不用再来上 但是大家知道吗 这个治疗时间呢 竟然只有花费短短的一个半月的时间 那记得有 有位啊 超马的家人私下跟瑞长来互动 他也说啊 他的儿子也是一样的状况 可是当时候 他竟然花费一年多的时间 才恢复正常 所以各位可以去体验时间 相差甚远 所以要带小朋友去做语言治疗 势必也要花费我们的时间尽力 还有种种一些心情上的一个折磨 所以听到这样的一个互动 当下瑞长非常感恩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殊胜 也感恩有导师的爱 有天地的爱 可以让我们每天透过聆听这些天籁之音 这些密之歌 冥冥之中呢 可以提升了儿子的一个能量场 打开说话的开关 那他现在不仅很会讲话 还很会唱导师所创作的正能量歌曲哦 那另外呢 阿瑞长在分享儿子在更小的时候 几乎一个礼拜 大约有三到四次 会在半夜莫名的哭醒 那短一点的时间 大概是五至十分钟 那长一点的时间 有时候哭到半小时至久 那怎么样的哄他 他都没有办法停止 除非等他哭到那个累了 他才会睡着 那记得某次啊 队长在参加营运场的精英会 在精英会的时候呢 听见营运场的分享 当时候呢 他购买了一组好运绵绵床主 给他爱玩线上游戏的儿子来使用 结果很神奇哦 睡了两周 他的儿子就停止玩线上游戏的嗜好 所以当时候队长呢 也鼓起了一个实验家的一个精神 同样买了一组床主 让儿子睡 那隔天早上 队长就问太太说 那儿子的睡眠品质怎么样 那太太表示说 一觉大天亮 就这样子哦 队长也持续观察从 一周三到四次的哭醒 减少到三到两次 就这样前前后后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完完全全的改善半夜哭醒的状况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也非常的感恩 嗯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在家人的一个状况之下 哇这个是最救星的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 或者是没有办法好转的话 会真的心急如焚 如果呢真的运用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其实也大大的改善了自己儿子相关的一些状况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恭喜 那在节目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是不是瑞展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家人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好的 没问题 瑞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来跟各位分享 那不管今生呢 你我念的是什么样的经 是仙经圣经还是可难经 终究还是被念一本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我想家庭关系呢 是跟我们非常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家庭的关系就有夫妇 有父子有兄弟的五轮关系 其中就有三种关系 而家庭呢 是我们社会最基本的一个个体 所以呢 把家庭经好 相信你我都有一份责任与义务 那家庭的小幸福 攸关着社会 国家 世界的大幸福与否 把每个家庭的小幸福 都串联起来 相信呢 社会国家世界才会一起幸福起来 相信 幸福是你我都想拥有的 而真正的幸福是要拥有360度方方面面的圆满 才是真正的幸福 而现代的人都想追求幸福 却又苦无方法来获取幸福 如今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是赶紧加入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导师常常鼓励我们 我们可以用做实验的精神来实验看看自己 是不是比之前来更容易获取幸福 要或不要抉择在你 你想获得幸福吗 想要为自己的幸福抢头香吗 各位幸福的机会来咯 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二月十一十二有云端的音乐饗宴 以及大型的心法持作课程 我们一起来为自己努力 一起来为自己标注 幸福继续好 祝福大家 感谢大家 所以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子荣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了超马的学员 瑞展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瑞展谢谢你 谢谢 而紧接着就来分享的这首音乐 就是瑞展的儿子 最喜欢的歌曲 来自太阳盛德导师作词作曲 还有演唱的敏恩仇 好听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呢 满满的能量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在歌曲之后呢 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而在单元当中呢 要透过了读者听友的一个提问 来回复大家 关于这因缘相关的议题 而最近呢 太阳盛德导师 也在网路的工修课上面呢 最近也好几周 连续跟大家谈到了 因缘相关的主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上网来做搜寻 可以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太阳盛德导师 或者是音缘等等 相关的资讯就可以了 那到底今天的读者听友 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问题呢 在歌曲之后 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录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里世外 总有时来游 不尽一笑 命恩仇 如阴醍醐 心目间 悔在执秀 品味千山万水 尽把泪流 今世今生禅说 故事缘由 问某悠悠 再问虫头 恩怨情愁知秀 命恩仇 恩怨情愁知秀 命恩仇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这也是导师常常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 不过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也有哪些的问题 可以去多做调整 让家里的精 可以让大家念得更加的平身一点点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持绒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一样要来回答的是 读者听友的问题 这位读者听友他是来自新竹 他说他接触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大概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 不过在导师的书籍当中 也看到了很多其他朋友的分享 也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经验 其中有一位小姐 她来询问说 这个感情婚姻怎么那么不顺遂 婚姻真的有那么难成吗 因为她发现了一篇文章当中 有跟她类似的状况 那这一位读者听友 他就提问说 他在二十多岁年轻的时候 曾经结过婚 不过后来又离婚了 但是他回想起来 发现其实前夫对他非常的好 但是当时就没有发觉 好像觉得自己不够爱他 所以就分开了 虽然在离婚之后 后面也交了几任男朋友 不过都是非常的短暂 大概两到三个月就收场分手了 所以她回顾了 她从二十多岁开始交男朋友 到现在真的前前后后 也好几任了 但是每一任的感情都非常的短暂 大概平均都是维持 两三个月都结束了 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曾经她也有一次回顾 或者是来检讨自己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让她每一段的感情都好像留不住 想说 是不是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 脾气不好 不懂得珍惜 那后续也慢慢的 改变了自己的一个习性 那也到了学校去积极的 很想要找到一个懂她的人 很想要看到有这种很夫亲恩爱的感受 但是她完完全全没有办法 到底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她的人呢 倒是 这个问题呢 刚好这个几个礼拜啊 我们在全球网络共修课程呢 都有在讲这个婚姻的主题 所以她刚刚问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也在这个几个礼拜的论述中啊 有包括到 那么今天子荣刚好把这位听众读者呢 来发问的问题 在网上啊 在广播中啊 来讨论 那这就是蛮令人好好的来想一下的 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咯 就像刚刚子荣说 这位读者呢 他从二几岁就开始 在婚姻的经验上 总是觉得好像不尽人意 或者是总是觉得蛮可惜 或没有人懂他 对 那 这么多年下来 应该遇了很多的人了 对不对 嗯 那么多的人 结果都没有遇到Mr.Right 所以现在就要问啊 这个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呢 还是别人的问题 那子荣觉得呢 嗯 我觉得可能互相都有吧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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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哈 我们 有的在讲啊 就说 交了男朋友或者是结了婚 不顺遂 哎呀 换一个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有多少人他都有这样的经验 换一个还是同样的问题 对 换一个还是一样 嗯 然后就会开始怀疑人生 就开始 觉得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都遇到这样奇奇怪怪的人 那 我在全球的这些咨询中啊 也遇过很多这样子的提问 其实慢慢的分析出来呢 大多数都是自身的问题 居多了 是 没有说绝对 但是居多 所以如果一个受害者 你刚刚讲说 这问题是从你自己身上出来的 他一定觉得不服气 嗯 而且他觉得很 哦 我都已经受苦这么多年 怎么会从我自己身上出来的问题 对 所以往往就在这里面呢 要不要把事情看清楚 看清楚弄明白解决掉 那后面可能就会遇到Mr.Right 嗯 如果没有遇到 这样的问题来洗礼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什么问题 如果还是一味的问 自己为什么都遇到 不对的人来报道 这有时候就可能 一晃就一辈子 对 觉得这一生怎么 怎么想也不想不到 为什么会这么样的 令人不解 然后 这种姻缘啊 感情路啊 为什么 天地 没长眼睛 嗯 来帮忙自己呢 好 很多的为什么问号 问号问号 但是里面 你说复杂呢 也许吧 如果自己的心不开 想不通 就很复杂 嗯 但是在超级生命码的系统里面呢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科学 理性的去分析 去看问题 往往 只要自己愿意了 很快的时间内 应该就会摸索出 癥结的一二啊 然后对症下药 我想 再次看人 他自己怎么想自己的问题 是这样子 没错 像是这一位读者听友呢 他也觉得 真的很莫名其妙 虽然说他自己好像发现 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想要来做调整 不过好像呢 他也是初步的 有先思索过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其门而入 虽然他有思考过了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改变 他是不是也是 比如说思考的方向错了 还是他也是 拘泥在某一些点当中 好像也没有办法看到了 完整的一个面貌 所以才让他这个改变 好像呢 也没有起了太大的一个作用 和功用呢 所以呢 有的时候啊 说 我为什么都会碰到一些渣男 或者 奇奇怪怪的 另一个 这个对象 对不对 这个抽丝剥茧呢 后来分析 这个当事人呢 其实他自己有这种倾向 他喜欢渣男的味道 哇 这种感觉 但他自己又觉得 他自己不喜欢渣男 但是渣男出来的一些手段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做法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里面 是他喜欢这种倾向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 分析分析分析 分析到最根部的时候 才发现哦 还是自己的抉择 为什么自己 在茫茫人海中 那么多人 为什么都会选择到 这样子类型的呢 搞了半天 是自己 在内心深处里面 他觉得 这样的人比较有趣啊 比较有话谈啊 我比较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弄到最后 好像也是自己的问题 对 但是不是说全部都这样了 但是有的 百分比来看 很有可能 是不是自己 好在抉择上 定位上 可能的这种想法上 是不是也要做一个深层的探索 到底自己喜欢的对象 是什么样的样子 然后喜欢对象的 这样子的一个 心目中的模型呢 会不会为自己带来幸福 还是问题的根源 问题的开始 我想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感觉就是 喜欢的人都会有 某一种的模型嘛 就像导师所说的 可能喜欢渣男的类型 就可能他长得很帅啊 风多翩翩啊 然后谈笑风生 但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会不会是因为 他就是那么的 会跟其他的女孩子聊天啊 攀谈等等的 所以呢 讨了你的欢心之外 也讨了别人的欢心 那你就是喜欢这个类型啊 难怪会在感情当中 一再的受挫 可能就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自己还是 没有好好的思索 原来是自己 可能在选择上面 就有所问题的话 好像呢 就会一直这样子 踩雷下去 然后再一直怨对说 这个婚姻怎么那么不美满啊 这个怎么那么不幸福 但是没有看到 问题的根源就是 其实都是在于 自己的选择上面耶 是 我们经常听到 有些人说 他是不是我的菜 有没有 他是我的菜 他不是我的菜 对不对 比如说啦 那个人觉得 觉得对方是他的菜 为什么呢 第一个可能他看起来喜欢 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对方喜欢 讨他的方心 或者是 自己闹到小脾气的时候 对方是可以 有着怎么样的安抚的手段啊 所以他觉得 嗯 他是我的菜 但是一体的两面 会不会是 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下 他并不是如你所想 只是一个片面的一种表征 你认为他是你的菜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可能 其实差距很远 对 所以这就是哈 因 不了解 而相遇 是不是啊 因认识而分开 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有的时候 嗯 总是 你要怎么说啊 这个少女 情怀总是实 是吧 所以大家都是很向往着这种 电视电影的情节 有没有 嗯 这种好像交错复杂的 他觉得这才是谈恋爱嘛 嗯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的情况下 他觉得这是爱嘛 嗯 那有的时候 如果自己的定位没有很清楚的时候 没有疯狂的恋爱 他觉得不过瘾 嗯 有疯狂的恋爱 他又觉得 怎么后来都是 被怎么样的一方 所以这有时候就是 抉择 或者是 自己要看清楚 自己到底要什么 嗯 选择的方向 以及 在自己遇到的 诸多际遇上 怎么样来 评比 怎么样来过滤 我想这些都蛮重要的 对就是 有些人可能也是很期待 轰轰烈烈的恋爱嘛 就像老师所说 那这个轰轰烈烈的过程当中 也会让自己受伤 也会让自己痛嘛 但是呢 如何让自己呢 在这个伤痛当中呢 找到了未来的一个方向 而且呢 真的做到了学习 让这个伤痛呢 是真的有它的效果的 就可以避免后续呢 再度的受伤 这其实跟我们 在做一般的学习 也是一样啦 从感情当中 上一段 不美满的一个情感 或者是呢 不美满的婚姻 所以要在从中呢 找到了问题 然后好好的做解决 然后才不会像 这一位的读者 听有一样哦 不断的踩雷 好像呢 没有办法呢 其他人维持下去 可能就是在 前面的一个经验当中 其实就有一些点 要抓住 然后呢 在后续要进行改正 这其实 情感的部分 跟我们在做一些 不管是课业的学习啊 或者是在人生当中 各种的功课 都是一样 我们要找到了点 然后呢 积极的做修正 才能避免后续的状况 一再一再的发生 也倒是 是 不是也有人说吗 这个什么 像说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是不是 对 那事实上 是这样子吗 我问子荣啊 你是女生 你觉得要男人坏 你才会爱吗 没有 我真的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承受得起 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啊 就是 看每个人的这种感觉心态 他到底要怎么样 才是觉得他的Mr.Right 嗯 那有些人觉得 在恋爱里面呢 那种 乖乖牌 或者是 懂得过日子的人 他觉得 哎呀 跟你在一起生活 还要 想着未来的大半辈子 他觉得无趣 对不对 但他可能遇到了一个 非常浮夸的 虚荣的 嗯 或者是 把事情讲得非常 令一般人很难接受的 哎 他觉得这个人不错 嗯 很有这个生活的这个喜乐感 啊 什么什么什么 嗯 对不对 那结果就自己一头栽进去 他觉得这个就是 他当时认定的Mr.Right 嗯 但是 真的吗 人家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 在生活中 要懂得过生活啊 要务实啊 要怎么样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美德 但是在 有些人的恋爱的这种 眼光里面 他就觉得那个很无趣 对 所以弄到最后 他要找的 又给他带来 可能后面 他没有办法预估的麻烦 那这些 这些讲到最后 其实也是自己当初的抉择 嗯 那是不是 真的是自己想要找的 那一半 但还是 可能没有完全的观察住 对方也没有完全懂得自己 我想这个就是蛮重要的一个 癥结点的 大家应该要先提醒自己啊 问问自己 好 评比一下自己心中所想的 以及 到底 好 我们盼望的是什么 我们 我们未来的憧憬是什么 对耶 我想这些都蛮重要的 都是要先过了自己这一关 嗯 了解了才可以 可能的 找到自己的 一个终身伴侣吧 嗯 感觉呢 就是要先规划自己的蓝图啦 不能自己好像一无所知 但是呢 又要求同要求席的 那这样子呢 好像拼拼凑凑 这个感情呢 也不是那么的圆满 所以说咯 到后来啊 其实了解自己 到底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未来 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然后呢 再去找到那个对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所以呢 真的还是要了解自己啦 然后呢 再从中呢 好好的做调整和改变 才能找到这个生命当中的 Mr.Ryle 我也像这一位的读者听又一样 哇自己呢 就是苦恼了半天 但是每段的情感都非常的短暂 也很羡慕人家 这种长长久久的爱情 那不过呢 到底我们的缘分 要如何继续的维持下去呢 到底缘分要如何自己把握啊 休息一下咯 先来听的音乐 来送上这一首 是来自太阳盛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戏 戏剧的戏哦 战略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 大会再持续回到了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咯 刻在灵魂的印记 盘旋心底的香气 多么熟悉的记忆 圆满梦想的原地 刻骨铭心的旋律 提醒我好好珍惜 任凭岁月的落去 一次一次的想起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单元咯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通过了不同的主题话题 带着大家一起来剖析人生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持续来跟大家谈谈的是 读者听友相关的问题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 持续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紫容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呢 导师其实讲到了非常多 尤其是呢 在近期的一些网络课程当中 也跟全球的一个读者学员 一起来分享到了非常多 关于这婚姻 关于这感情相关的问题 就发现啊 哇这个可能是 全世界共通的一个困扰 就是到底感情如何维持 缘分如何持续下去 像是我自己呢 就是每次在看那个 电视剧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哇这个轰轰烈烈的爱情 好像很美好 但是呢 就会发现好像呢 很多那种悲剧的主角啊 或者是悲剧的这种 男女生都会有一种 情深圆浅的感觉 就他们爱得 红红烈烈 好像呢 一起经历了很多 大大小小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缘分 可能也都是很短暂 非常的浅薄 可能到最后 也是没有办法走在一起 就哇非常的 替他们可惜 所以这样子讲起来 这个缘分 其实真的非常的困难 感觉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种种的元素加在一起 才能促成一段良好的因缘 导师 是 我经常讲啊 就说我们在人世间呢 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什么情况下遇到的一个人 所有的东西呢 他都有他的因缘 而这个因缘呢 就像刚刚子蓉讲呢 这个人我们遇到了 是不是跟我们有缘分 如果是男大当婚女 女大当嫁的时候 就会想 这是不是我们的因缘 但是我经常在讲啊 是你的呢 跑不掉 不是你的呢 怎么求 也不尽然会一定求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谓的因缘呢 讲穿了 就说呢 我们跟这个人 在过去啊 可能有一段故事呢 还没演完 那这辈子呢 又来了 所以呢 就因为有前面的前缘 所以呢 这辈子遇到的时候呢 这个戏还要演下去呢 因为有这样的缘分 或者呢 有些人说有缘无缘呢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缘分在这个因缘上 他有这个因缘遇到 但是他没有这个分成为夫妻 但是会不会在过去的这些故事中 在今生遇到之后 两个人之间又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也会 嗯 但是到底他的这个因缘呢 纯熟度 是不是会因此而缔结连理 这都好 见仁见智啊 不同人他有不同的情况发生 嗯 但是重点他是不会变的 就说呢 没有过去的故事呢 今生要成为婚姻里面的相互的先生和妻子的关系呢 一般来讲是比较难的 所以往往绝大多数的人 会因为遇到了恋爱了 而结婚了 大部分都是以前有他的故事 嗯 不管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其实啊 如果可以摊开来 每个人的这个过去今生呢 各种的可能的这种 事情的这些大数据 可能有一天我们的这个科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那时候就可以证明我讲的话没有错 嗯 但是呢 现在我只能比喻啊 相不相信也只能在于我们听众朋友们嘛 对吧 但是呢 重点是呢 我已经看过很多很多的 嗯 这个婚姻的问题 好 姻缘姻缘 有些人啊 恋爱 遇到的时候 好 因为姻缘所以锁在一起 恋爱 谈得轰轰烈烈的 因此走上 好 这个 红地毯 但是呢 不要说 以后了 哪怕是今天是这个百席 艳琴 啊 他原熟了 就两边就 因此 怒目相向 哇 像这种好像是 这种 琼瑶小说的 真的 或者是什么电影里面的 嗯 但是在真实的这个人世间 其实是大人在的 当然呢 你今天没有遇到 你当然听起来 觉得是好像 听起来 听听就好 遇到的人 听到我这样讲 他一定频频点头 的确是如此 嗯 那你说 啊 如果没有这其中的一些 理由 啊 原因 他怎么会 这个好像一出戏啊 编的 好像让你很难理解 怎么这么样的这个 戏剧的结构 这么样的充实 对 然后就会在这样子的 时间地点 啊 什么样的室友的引发下 就出来了 所以 这个有时候啊 我们说啊 你会恋爱 啊 你会怎么样的在婚姻前 怎么样的一些 发挥啊 掌握啊 其实他这里面 是有一些理由 让你们两个之间呢 嗯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相聚 你们后面的这些缘 这个 要演的故事就演不出来了 嗯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理由呢 所以有些人 所谓的姻缘啊 一遇到 他觉得哎呀分不开了 今生今世就是这样子 对 啊 需要两个人啊 怎么样这么样的 但结婚以后觉得 哇痛苦万分 嗯 这个 要怎么样的想法也不行 啊 就各种都锁在一起的 也是大有人在 对 所以 因为看了很多的 不同人的 婚姻故事 人生地图 才能够用大数据的一种方向啊 来做一种 可能性的 判读啊 所以我刚讲的这一段呢 嗯 听众朋友们 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其实 在人生中啊 会遇到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 男女朋友中 你会遇到另外一半呢 其实大多数也是有他的 相对的原因 才会遇到的 是这样 嗯 对 这感觉真的是 简不断理还乱 但是如果 这个感情啊 或者是缘分 真的没有好好的理清的话 真的会造成后续蛮多的一些麻烦和困扰 那像是呢 刚才导师也说了嘛 可能在很多事情呢 是在结婚之后才发生了 这个缘分呢好像没有办法继续 但是也没办法说断就断 可能已经两家牵起了很深的一个情感 又或者呢 另外一个最深的羁绊就是 有了小孩子小朋友了 哇那这样子的感情如何继续下去 这个缘分要断不断 这其实也是困扰 所以其实真的在 嗯 了解到了自己想要什么之后 真的要好好的理清 然后呢 才能把我们这样子的缘分 好好的继续下去 所以这个情感好像也不是说 说断就断 但是要如何真的掌握把握 其实真的要好好的思索清楚耶 是 所以这个就是 我往人就是这样子 他没有遇到的时候 他也不会想那么多 但是遇到的时候 如果没有对的方法 他会觉得很痛苦 嗯 怎么办呢 要去解决 求A军 求B军 求C军 真的 XYZ军 都求了都没用 对不对 大家只能说 哎呀婚姻就是这样啦 打打闹闹啊 吵吵啊 但是自己在这个戏里面 觉得这个日子 是不是能够过得下去 只有当事人才会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啊 是喜还是乐 是哀还是愁呢 就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到 像有些人 他听到 这个 大家传说中 那一对幸福婚姻的 啊 这样子的一个神仙眷侣 嗯 有一天他听到别人说 哦 他实际生活是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说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也有 那就是 那就是 他的十万八千里的 这样子的 现实 和这个传说中 别人的印象里 那你说 照理讲 怎么会落差这么大呢 那这些落差 从哪里来的呢 哦 那这些呢 其实跟 很多 夫妻 男女双方在生活中啊 你说 你说小细节也好 好 生活习惯也好 好 价值观也好 好 看着这个 轻重 缓急的这个 共同意识 是不是相同 也好 他都会有一些 牵引的因子 嗯 让你的这个 人生大戏里面的这个婚姻啊 他该怎么演 所以有些人 他结婚一辈子 他们 这个夫妻两个人 没有吵过一次嫁的人 也有 对不对 那有些人 这个结婚 就像刚刚讲的 当天晚上可能就已经 吵得不可开交的 然后一辈子吵下去 吵到 盖棺论定前 还在吵的 也大耳仁塞 也有 那你说都是人 为什么会 这样子的 臭巧 或不臭巧 遇到了 哦 那么 你说是八字合 还是不合 那为什么又会有八字合 与不合的问题呢 到底讲 这么美好的恋爱 缔结的联理 应该是要八字合啊 才会更加的甜蜜 很多人都是因为甜蜜而结婚嘛 对不对 甜蜜而怎么样 怎么样 那怎么会结完婚之后 原来的想要的甜蜜 怎么都不见了 所以啊 这就是 这个 人家说命运捉弄人 其实 在讲的深入一点啊 因缘啊 捉弄人 嗯 这些因果故事啊 处理啊 处理啊 处理人间的一些相遇啊 但是 没有看到精髓点的时候 这样讲人家会觉得 就是一种好像宗教的讲法 虚无缥缈的 真正遇到的当事人 他真的会频频点头 说真的是如此 嗯 所以这就要想到啊 就是我们为人在此在 今生的这些日子 岁月中啊 我们跟人和人间间的相处 能够跟人家解好缘的 就尽量解好缘 能够化解 不必要的一些纷争啊 或者是矛盾啊 或者争吵啊 能够化解 就化解 其实我们在争取的 不光是今生 可能是来世 可能未来的生生世世 我们所遇到的 每一个因缘中啊 现在的这些处理 圆满还是不圆满 它就会对应到 将来我们人生故事 不知道是哪一世 的这个所谓的人生剧本 就会上演 所以这个是 在超级生命马系统里面 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蛮科学的 没有什么玄虚的东西 但是你必须懂 这整套的理论 这个天地间 它定下的一些道理 所以当你完全了解 当你深入了超级生命马的系统 全全然的 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其实你心中早已经有谱 知道怎么解 因为人有时候就是在不明理 或某某种种的 不了解的情况下犯错 但犯了这些错呢 不管是当时有什么样的对应 还是事情过了 不觉得是什么样的问题 但这些东西呢 人家所谓啊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些东西呢 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容词 其实能够看懂 人生的各项 殷勤圆缺的话呢 你就会知道 哦 刚刚子龙讲的啊 这个因缘 因缘 缘分与否 其实 很科学的去看清楚的时候 它是跟 我们分秒间 这个做人处事啊 相互对应中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嗯 听起来好像呢 有一点难以解决 对不对 不过呢 到底如何在这个因果之间 可以理清我们的思绪 来找到一个问题点 让我们真的在方方面面啦 不只是在感情世界 可能在A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各项生活当中 真的可以找到这些重点 然后去排解 或者去找到了 更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 这其实呢 也是需要透过了 蛮大量的时间来做学习的 所以呢 其实呢 A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的系统 就可以能来帮助大家呢 来找到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哦 找到了好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解决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 尤其是呢 最困难难减的 不管是感情 或者是婚姻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呢 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了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就可以上网来更进一步的了解 又或者是可以实际参加我们的实体活动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会有 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这个精英会当中会一起导读 太阳盛德导师出版著作的书期 在当中还有学员们彼此分享的时间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彼此做学问 彼此做交流 不过呢 因为在全世界各地的圆满人生精英会的时间 地点都不相同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APP当中来询问客服人员 来找到我们圆满人生精英会的参加地点 也或者是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讯息的话 也可以呢 在一般的上班时间 拨打电话来台北这边来询问 大家可以先把电话抄写起来 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咯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透过了更多不同的方式 来解开我们因果之间的关系 来找到我们因缘到底在哪里 如何呢 好好的经营一段感情 维持我们的生活 那大家呢 就要一起努力了 所以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子荣非常的开心 又可以再度邀请到了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 持续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感恩导师 谢谢子荣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圣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而在近期呢 也会再找时间来回复其他的 听友读者相关的生活疑问了 那我们的网络工修课程 也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呢 不限地点都可以一起来做学习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多做了解 可以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呢 拨打台北的电话来询问了 02-5599-5439 02-5599-5439 就欢迎大家呢 可以一起来做学习 来让我们的智慧做提升咯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节目最后 来送上好听的音乐 同样也是来自太阳声歌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好听歌曲 叫做爱的节奏 好听的音乐 轻快的音乐就送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在下周六中五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 空中再会咯 拜拜 好听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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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渺渺相守 用爱的节奏 不凡就够 天涯海角 从人里人也遨游 甜甜一酥 品味个够 多爱业的风 重要的节奏 合适的爱作 在小米淡泡 是爱的节奏 感到爱通透 现在或以后 这爱的节奏 什么天你就 迎着节奏 重点赞予 看不看得懂 有没有把我 唱马不透 随时刻有 渺渺相守 用爱的节奏 不凡就够 天涯海角 从人里人也遨游 甜甜一酥 品味个够 多爱业的风 渺渺相守 渺渺相守 有没有把我筹码不走 随时可有 渺渺相守 用爱的节奏 赋分就够 天涯海角 纵日迷日也遨游 甜甜一忧 品味个够 多爱也疼否 能唱着爱的节奏 甜甜幸福 足够 清醒修 圆满成就 好熟点 变恒唱着爱的节奏 渺渺相守 多爱也疼否 清醒修 谈好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